不明理的人能不能往生呢 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假如说不明理不能往生 我们眼前困难就来了 那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法好了 实在说不明理也能往生 这个我们就放心了 明白这个道理 怎么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再去学去 直接跟阿弥陀佛学去 这样才能究竟 不明理往生平位低一点 平位低不怕吗 反正你已经到了西方世界去了 好像读书一样 你从一年级读起没关系 我已经上学了 我能读一年级就能毕业 那个明理的人呢 可以高一点 可以插班进去 这是这么意思 明白这个道理啊 另一方面要读书一方面呢 研究他的理论 理论呢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品位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只谈理论 不注重四尺 那就是前面讲的了 凡寿落空之后 西方极乐世界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